她第一次穿着裙装 登台亮相 她第一次开个人演唱会 并许诺这将是一场豪门夜宴 她明着嘴腼腆地说 夜宴过后她将出国深造 你还想知道关于她的什么秘密吗 那请锁定新闻现场 11月7号到11月10号期间 李宇春将做客新闻现场 独家揭秘全国寻演花絮 而我们也将全城独家跟拍 为您展示不一样的成都女孩李宇春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想关注我的全国巡回演唱会成都站 请锁定四川电视台新闻频道 关注李宇春成都演唱会 锁定新闻现场 李宇春的成都站的个人演唱会 马上就要开始了 在昨天晚上的十点半 春春也是从武汉飞回了成都 我们的记者在双流国际机场采访了她 来 往前走 来 往前走 来 先往前走 来 先往前走 来 先往前走 四川的外面大家好 我是李宇春 说话有些没精神 累了 刚刚在睡觉 刚刚在睡觉啊 对啊 那方便把眼睛遮了吗 啊 眼影走 是吧 那你这次回成都现在马上是回家 还是 对啊 在家里住啊 对啊 不在酒店住 对啊 为什么呢 很难得回来一次嘛 所以要在家里住 嗯 哈哈 爸爸妈妈来接你吗 嗯 应该 应该不来吧 那你一个人回家 有 对啊 是吗 嗯 嗯 这是你的人生当中的第一个演唱会 嗯 自己有些什么期待呢 在家乡的 嗯 李宇春本人倒是很愿意说下去 不过仅仅接受了不到两分钟的专访 就被同行的工作人员回绝了 不是因为跟我们之间沟通的就是这样 然后我也没跟一人做详细的沟通 明天嘛 明天就好 好吗 好吧 公司有严格的规定 在什么场合下应该说什么 已经不由的李宇春自己做主 光臣 唯一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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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五 五 五 就像我一样 然后我回不去 我开玩笑 一盏剑 我们来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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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 加油 你емся在一起 两年前这个成都女孩 当上选秀冠军的那一刻 曾经有人预测她红不过两年 似乎两年过去了 这个选秀歌手的人气 有增无减 是什么样的魅力 让她拥有全国最多的粉丝 最旺的人气 关注李宇春成都行 从细枝末叶为你捕捉 平凡女孩 到人气天后的点点滴滴 如果你觉得刚才的见面 太匆匆的话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 就比较充足了 今天下午的四点 李宇春是召开了 个人演唱会的新闻发布会 春春也在发布会上表示 在这次成都的演出中 她将会奉上神秘单曲 大家好 这里是成都市人民中路的 一家酒店 现在是下午的四点钟 李宇春全国巡会演唱会 成都站的新闻发布会 即将在这里召开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了 李宇春今天是早早的 就来到了现场 比很多媒体记者的还要早 她在这弄头发 是不接受任何采访的 在这稍作几分钟之后 她就被工作人员 带离了这个会场 那么新闻发布会 预计在几分之后 马上就要开始了 下面有请 我们今天新闻发布会的主角 李宇春 有请 各位好 春春前座 那回到家来开歌唱 有没有不一样的感觉 感觉好不一样 亲切吗 很亲切 其实在演唱会上 都会有一些特别的设计 那好像听说有 特别留了一些 比较不一样的部分 来留到成都站 有新歌 有新歌是吧 对啊 那其实你知道吗 在你给歌迷准备惊喜的同时 我们其实主办方也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好 下面就让我们来 有请今天的神秘的 特别的嘉宾 来自于川英通俗音乐学院 学生处的琉璃老师 和专业老师 余正宜老师 来有请两位老师 谢谢 谢谢 来 好 谢谢 送给余老师 来两位老师 请站在中间一点 来 谢谢 来 我要有请现场的摄影制 来帮我们 给两位老师和春春来拍一张合照 那这里呢 主办方 要委托春春 特意送给两位老师的 十张门票 来 有请春春交给两位老师 交给余老师 来 交给余老师 交给余老师 谢谢 对对对 来 很欣慰的是 看到我们参加春春在一步的成长 在向国际化的那个道路上进军 两位老师都给了春春很高的评价 11月10日的晚上 李宇春的老师同学父母 都会组成强大的亲友团 去给他捧场 从感情上面上来讲的话 回家的感情是不一样的 也跟成都的朋友啊 跟朋友见面啊 都很亲切 然后这一次在成都站 也是专门准备了之前 有完全没有曝光的歌曲 但是可能让歌迷觉得有些遗憾的是 在广州演唱会上的赤脚 穿裙装上阵的造型 可能不会在成都演唱会上出现 应该不会 为什么不会呢 因为成都站的设计没有啊 你说你觉得穿裙子 更具有女人味的还是不穿了 女人味是穿裙子就可以 那看您是怎么看的 我意思就是说 我觉得这是从个人身上散发出来的 喜欢穿裙子还是穿裤子 穿裤子 穿裤子的问题 今天几度被提起 一个女孩究竟是穿裙子 还是穿裤子 竟成了娱乐头条 她用一条裤子 颠覆了一个传统的概念 用中心的气质 征服了千万个玉米 穿裤子你今天是觉得有点疲倦吗 就回答问题的时候都很酷 我不疲倦啊 因为又是出唱片 又是全国巡演 李宇春几度嗓子发言 入院治疗 今天她透露 身体已经调养到一个 较好的状态 好一些好一些 1680对于学生来讲 可能还是确实是一个 不会太低的一个价位 对您这样您心疼 心疼玉米吗 如果他们要来看 可能要存很久很久的钱 不好意思 这个票价的 不好意思 答应一下 票价的问题是公司来定的 作为艺人来讲 只是做好 他本身的音乐这方面 和演出就可以了 票价方面的话 他是做不了太多的 这种决策性的决定而已 就是那个人觉得 这个票价高吗 高吧 她很老实地说 演唱会的票价不便宜 希望歌迷靓丽而行 她很自信地说 演唱会没有请嘉宾 一个半小时的演唱 都属于她和她的团队 稍后你会看到 搬运钢板发生意外